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课新闻 我是千涵 一分钟带你掌握国内大事 全球塞港现象依旧严峻 根据数据显示 全球至少还有304艘船在港口等待进港 其中又有101个港口因此而堵塞不通 或许他们需要通勒一下吗? 也因为如此货柜三雄股价来到历史新高价 其他航运股也跟着大涨 不过最近却有大股东升让持股 初清持股的市值高达23亿元 那就是阳明、正德、台船 阳明遭升让1.32万张 台船则是200张 正德则是6200张 这也引发市场很多想象空间 有人说这只是公司的正常操作 也有人说是不是大股东看坏后市展望 想要高档出货先跑 今天航运股更是吓到晕船 盘中一度有13档股票跌停板呢 总而言之 航运作为台股现在的当红炸子机 一举一动引人注目 不过台华董事长颜逸才还是强调 海运会好到明年 现在也还不是高点 坚持一张不卖 奇迹次来论调哦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客新闻我们明天见 拜拜